一、兩次會覺得他都頗隨和 一久就會覺得他都頗無能用 然後抱著 抱著,抱著,抱著 他就說,我要想想怎樣再疼你多一點 他就覺得女朋友當然要疼 WEEE 今天為何是我做Oper 今天是你主持 對,大哥,Assign我的 今天我們就有些勞作仔做 因為都快中秋節 我們就打算做燈籠給大家 手製燈籠給大家 但是我們公司的桌子就得不多了 這張,如果讓雙姐坐在這裡 他就只有一個牌子 他這樣做不到 所以我… 對,那我就用這一張 好,那今次由你來主持 今次就威了 因為上次Driving之後的Q&A 曾經有觀眾稱讚你說 他覺得你這個人是好一點 這個時候我先拿一個credit 因為今天這個節目就叫DeepCast 是因為很Deep的discuss 是不是威了? 嘩,是啊 好好聽 歡迎大家來到 那我就在Ronald的IG上出帖 就是徵照大家可以將你們生活上的 二男雜證、心事 可以分享給我們 那我們看看我們給一點點意見 我們給一點點意見 未必能回答你了 我們完成的作品是會逼人要的 我們決定了叫做逼人要的 我們開始之前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是CLSS 還有按鈴鐺 其實很厲害 Yeah 剛才我就選了 這個就是最難做的 因為又要咬木 啊,這樣的 所以我做這個 剛剛的set很好 他買了一些屎啤 怕我太力氣咬斷了 或者發脾 OK,還可以做的 你們做完我也可能還沒做完 你的說明書很長 哇,哎呀,糟了 已經不見了 你的臉 不是 哇,有我最喜歡看的 你的說明書 你的說明書長得呢 我想對比一下 你看我那張和你的那張 一半而已 我看我有沒有說明書 這叫做開心小老鼠 我是肉捕採燈 對了,我講一次 因為這次是 大家提出一些 他們自己個人的心思 比較個人的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 我們都不會開明的 我們要保護當事人 這個網友就說 很想朝著唱歌的夢出發 但是煩燕的維生工作 搞得很器爛 如何平衡好 你問 我答嗎 唱歌嘛 對我所知 對我所知 我不是歌手 對呀 各所知只有一個人會唱歌 那你 如果是實際來說 那當然要先生活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的夢想 都可以 不用說放下 好了,我講一講 就像我以前一樣 我本身是唱歌的 但是我 因為糟糕 就不能唱歌了 但我仍然都不會放下唱歌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唱歌 但我要做其他東西來維生 因為 繼續做其他東西 一有機會就唱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最喜歡那件事 你可以繼續做 當然要現實一點看 當然要先找一遍 你可以一直維持 不用說要二選一 當然 如果你可以做到音樂 又是你夢想 又可以是工作 那當然知道最好 現在未得住 那你就也不要放棄音樂 自己平衡時間 那就真的要 我覺得是 我經常覺得 我認同的不是二選一 尤其是看你自己 怎樣分配時間 為何明知自己不喜歡 這份工作 都還要堅持 我覺得上班是三件事 三件事是 滿足感 錢 還有開心 我覺得三件事是要滿足到 不用三件事 但三件事有兩件事 滿足到我才會 我自己是這樣 才可以推動自己繼續努力 我對工作是這樣 你對於上班有沒有分享 我對於上班有沒有分享 你不喜歡上班 為何要堅持 我不喜歡上班 為何要堅持 這個是網民的那個 哦 那堅不堅持是你自己 做我的 你問我 我不喜歡上班 為何要堅持 你告訴我 我答不到你 我很不喜歡這份工作 但我堅持要做 就是因為 一定是這份工作 你有得著才行 譬如說這份工作 很多錢 是的 但你每天受氣 又被人罵 但你堅持 譬如你為生活 那就堅持 但如果又不是錢多 又不是開心 又是甚麼 我覺得就無謂堅持 是的 所以重點就是 你要找到那個 值得你堅持的一個原因 起碼一個 如果那個一個原因都沒有 那就煩請你轉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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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成怎樣 我覺得她的這些赤寸都是流的 你…你…你…你 feel free 我覺得這個也很… refer to my situation 雖然她未大 她是講關於小朋友 她說她四歲的女兒 經常都尖叫和打人 她很崩潰 四歲的女兒 尖叫打人和崩潰 即是很多時候你身邊的 嫌嬌姑爹就說 你教你一個女兒 為何她這樣 會不會你們…譬如父母 或者家人之前小時候都是這樣的 即是這些都有遺傳 即是性格有遺傳 對呀 性格有遺傳 而且要不就… 會不會放電不夠呢 即是小朋友放電不夠 或者… 或者甚麼 他們經常都會… 尖叫 因為他們太多精力 又或者會不會是… 累呢 有時累都會 發脾氣經常發脾氣 累 但小朋友通常他們累 他們自己不知道 一定是有些他不老禮 那才會這樣 我覺得 即是有時候你帶個小朋友出去吃飯 可能公眾場合他很吵很吵很吵 其實你很難控制到他 是 那你怎樣做呢 我這個我試過的 因為我就知道我自己的小朋友 他通常一扭氣 只有兩樣東西 一是肚餓一是眼睡 當然我就會抱他出去阿妹睡 他幾歲說 四歲 四歲 那又是要跟他坐一旁跟他聊 即是你要知道他甚麼事 四歲其實是開始聊天 可以聊的啦 可以聊的啦 即是你問他 說到或說不到 他都會有表示給你 即是你平時問他 是不是肚痛呀 是不是餓呀 不舒服呀 是不是生氣呀 即是你都要跟他說 問一下他 有時他不會說 那他就用他的情緒去表達給你 啊 這樣 有時是不會說 為什麼可以選到不會撞鬼的房子 蛤 你問風水師傅 是不是那些私童的事 為什麼可以選到不會撞鬼的房子 即是以前的人說帶小朋友 哦 是啦 小朋友去到哭 那就是不舒服了 那個環境 但我想知道有人真的 即是有帶過小朋友去看 為什麼抱著他 有甚麼鬼呀 有鬼呀 抱著 這裡有沒有哭 不是你看了很短時間 你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沒有 不過有些人不怕鬼那些 我就不怕 因為你最多都是搞死我 搞死我我又是鬼 那時候我就來找你 很對 很對 狀態是正面交鋒的 是呀 我最喜歡正面交鋒 最喜歡背面交鋒 OK 這個他說 如果兒子或女兒 有一天跟你說 他不喜歡異性 那你會怎樣 有甚麼問題 你喜歡同性 有甚麼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開心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開心 對呀 你開心就可以了 你喜歡的是那個人 沒錯 你不是喜歡他的性別 其實 我現在做完之後 發覺 我做出來 可能不是隻老鼠 哈哈哈哈 其實你自己喜歡 不要緊 OK 有人問就業 還有兩年就18歲 不知道做甚麼好 哇 我都不想做 還有兩年就18歲 好乖 你已經想好 因為16歲已經開始想自己想做甚麼 我覺得是很生性的 這麼小就開始想就業 但我都可以先想自己喜歡甚麼 因為16歲真的很小 還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才想自己喜歡甚麼 想做甚麼 就做了 有甚麼之後再算 我想問 市民鄭先生 你是何時發現自己喜歡唱歌的 市民鄭先生 我何時發現 很小就發現 我看廣告就會唱廣告歌 跟著唱廣告歌 以前是很流行的 小時候就記得 他們記得了 我忘記了 他們說 三歲左右左右 吃飯的時候 我就站在飯桌上 不讓人吃飯 就要聽我唱完 整首浪子心聲才知道 都挺適合你的行為 我想說 都挺適合你的行為 三歲還是大 現在是先調轉 先吃飯 那個我可以不唱 你怎樣 這隻真的太大了 我剛才已經猜測到 弄到層鞋這麼大 老鼠好吃好住 下一個問題是 我想應該是男士問的 他就說五年前求婚成功 接著就發生了一些事 一直都未結婚 他就問女方是否會很心急 為何你不問她 為何你不直接 難道她的女方是在頻道上的 不是我 我結婚了 我以為那個女方是 我女方 要繼續 你又給意見 甚麼 完全沒有聽 那是發生了甚麼事 會不會很心急 有很多問題 我都會先問自己 如果反過來 我是女方 我會不會很心急 你結婚的話 你應該都很熟悉她 如果你問她 會不會很心急 其實你知道她也會很心急 你發出這個訊息 去提出這個疑問 其實你是有思考過這件事 是的 OK 結婚和自己的理想生活 如何平衡 你的結婚是包括 你的理想生活的入面 我剛剛就是想說這個 是的 你說得對 你一個撿 後來最後 接著再結婚 最後 你的理想生活 你也要把你另外一半 才可以 是的 我需要結婚 但我的理想生活 就沒有她的份 是的 那我應該怎麼辦 你的藍圖沒有她的 是的 那你不是 你應該結婚的理想生活 也有你的另一半 那兩個人的美好生活是怎樣 如果說不行 我的美好生活就是一個人 那你就不要結婚 過了你的美好生活 覺得 我現在太美好 我想不買美好 會不會生氣的 因為你這樣是前設了 即是等於結婚 就等於是你不可以過你的理想生活 就等於不去生活 我想分享 大家都會經常覺得 婚姻是甚麼監獄 又不知道是甚麼墳墓 我覺得不是 你會昇華了一個關係 還有 我記得那時我挺感動 我老公有一天 無故睡覺的時候 就跟我說 他就說 嗯 哎呦 是 他當甚麼 他在唐紳 他這麼緊張 我跟河先生說過甚麼 他就說 我要想想要如何再疏你多一點 嘩 他就覺得 女朋友當然要疏你 但是形成 成為了另一個關係 或者一個身分時 他就會想要如何再進一步 那是不噁心的 原來那個 哎呀 是不噁心 哈哈 把他黏在一起 我好像有一些 不是很合手 我 你把他改成另一個名字給他 我這個是海膽 有人問如何可以令自己吸引一點 我覺得這個可以你擔心 蛤 海膽 魏書王 很多時候這個問題都挺好 因為你想吸引一個人 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要有信心 你沒有信心 你怎樣也吸引不了人 因為沒有人喜歡一個不肯定的人 但很多人是這樣的 吸引到人 有些人最不吸引的人是甚麼呢 是最隨意的 其實我這樣也OK 這樣我又可以 即是很久沒有性格 他又不是沒有性格 很多時候一兩次會覺得他也挺隨和 一久就會覺得他也挺沒用的 你要相信自己救好別人 你是值得避愛 最吸引人 糟了 但這樣很漂亮 也挺像 對 不像嘛 這樣也不像 我想回答這個 我們可以回答這個 他說 下年30歲了 但還是A0 想問大哥有甚麼出撲建議 給香港女生 騙你 首先要看看 你的朋友圈是怎樣 你看你的朋友圈 裡面有甚麼朋友 當然你也要知道自己 我其實喜歡甚麼類型的男生 你也要認識她們跟她們聊天 聊天 你起碼先認識她們 我認同這個同事 我已經有幾個同事 多數都是朋友 如果你一心想要結婚 要找男朋友 那些你就一定找到不對勁 我覺得現在男生跟女生的 例如說拍拖 你也可以開口 你可以問男生 不一定要男生 等男生問你 不用等待 你自己製造一些機會 不是叫你一去到就跟她說 我現在想跟你拍拖 我可不可以跟你看電影 不是的 你開約 你有空嗎 你今天星期六我有甚麼 我跟她說 或者你可以幫幫忙 你試一下 跟她認識 我有些建議就是 真的參加多些類似的興趣班 或者增加多些興趣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覺得你認識不到異性 很多時候是因為你沒有一個話題 你去學習多些不同的興趣班 令到你一個人多點內容 可以跟別人聊天 就算你不只是跟一個異性 你是跟其他不同年齡層的人 你都可以結識多些朋友 所以你懂得開展這個話題很重要 所以學多些東西是好的 人有時有些企圖心 是公開到對方會感覺到 所以第一次跟別人出街 你已經很大股傳過來對方 就是 我很想嫁 我很想生孩子 不如快點吧 這樣其實對方是會感受到的 所以我覺得 一開頭無論你拍到誰都可以 真的順其自然 聊聊天做朋友 感覺一下 好 我們都要七七八八說 Mutasep哥做好了 我是不兴的帮他们两个 对 你的债益 因为我实在开得太大 其实老鼠就不那么大的 所以我们后日海洋公园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给你们看 你就会看到成品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希望解答到你们的问题 解答不了的话 也要下次因为有很多问题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挺好 其实我很感受我收到那些问题 大家都认得拿出他们的人生意囊出来说 不是那些人问你哪个牙齿 或者是哪个牙齿 对 当然你们喜不喜欢我们这一类 是坐着找些东西去做 然后聊聊天的影片 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回答 好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影片 就记得COS和按钉钉钟 我们现在继续做这些东西 在后天拿给大家看 好 下次见 拜拜 这个上面不放的 这里不放的 你放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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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也挺大 对啊 但你确定有个位置 有人放到蜡烛 放到 一定放到 你特别放很多字 你可以用十字箱的位置 狂黏着蜡烛 用家法黏着蜡烛 这个是我的眼睛 ok 原来我这里没有字 这个网店终于出世了 快点上去买东西吧